我是不敢跟人打招呼 就会被别人误认为说是我太高傲了 看不起别人 够感才给力 采访变综艺 你好明星 你好处女座 同胞大叔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徐一阳 处女座不得罪人的秘诀就是闭嘴 是吧 我觉得不光是处女座 所有星座不得罪人都是闭嘴比较好 张人高冷不说话 熟了莫及唠叨鬼 我会 就是如果这个朋友很值得我唠叨的话 生活上那种种种小事 但是不熟的话 我是不会主动说话的那种 有幼烟饭开高冷吃过亏吗 吃过 就是面对面走过去 然后我也面无表情那种 其实我是不敢跟人打招呼 就会被别人误认为说是我太高傲了 看不起别人 听见的时候还有点伤心 正常办公室老虎温柔给人第一名 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你又有什么资格用充电宝 你这么脆弱吗 我一把你就关机 威胁谁你威胁 说出来的话让别人觉得 反正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对不起 你觉得说你做这个 会被自己解释的那些话 会 如果被人误解了或者怎样 就如果值得我去解释 我会去解释 反正就是不爱受委屈 看来人气颜值运气和实力 因为成团的重要性是大家排序 我觉得实力吧 颜值 人气 运气 我觉得你差的是什么 差运气 哈哈哈哈 你成绩公布之前有预设过自己的排名吗 我其实想过 如果成团的话应该也是第七这样 很多人会觉得说大家对于卡位前后的心疼 就只有一段时间 那你会对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和担忧吗 我觉得就相信公司就好了 当然是期待自己越来越好 担忧 你要说有什么担忧的话 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比赛期间的话 和赵亦凡关系还挺好的 继续初遥会对你们留意 有意见吗 真的其实没有存在太多的那种竞争的感觉 私底下关系也很好 她的性格就让我有点看见以前的自己 别人会说想保护我 但反而我对她是有一种想保护的那种 把张亦凡带回去吧 当时不是有粉丝拍照 我们一直在安慰的心目 你当时在说什么 因为我有看他们跳成团舞 看她也是表情就是在哭的那种 还在抽 然后我就下来之后我就抱她 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说 出来之后也不是不联系了 又不是不见面了 就这样 当时怎么忍受是在台上没有答复 就可能接受的这个事实吧 刚开始是有一点接受不了 但是后面很快地说服自己接受 接受之后就看见刘仙凝在那哭 然后自己又有一点没忍住 经常和留心里不怼吗 是你身边吵架熟练顶端的人吗 不是 她就是有点嘴笨 我俩都是那种吵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但是又想互相吵 现在想吵 现在挺先这样 她要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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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俩才能一直就是相爱相杀吧 那什么类型的女生 让你看眼睛想和她最精美 笨笨的 就你跟她接触之后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聪明 跟我相似一点吧 想法少一点 对于那些教你憨憨的本质 憨就憨吧 也挺好的 有可爱到你吗 最近感慨说 奇怪的CP增加了是因为什么 赵岳跟王一景 特别是决赛 就是我们又是一组嘛 所以你会发现 有赵岳在的地方 王一景一定在 就赵岳没有出现 王一景也不会出现 火镜火镜 随世界上最美的人 她会回我什么 她肯定回我 因为我在她面前 不是 那她不回我 我会把她打碎 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去拍合照 然后她只修自己 然后发到朋友说 那其他好美 我给她什么评论 如果是真的美的话 我就 哈哈 如果真的我真的很丑 看不下去的话 那我也会哈哈 有可能是嘲讽的 模仿一下工作人员 你不送你减肥的 这样子 走了 就是像打蚊子那样 哼 我也模仿不来 因为这种精髓 就只有她自己能做得出来 我也经常会去唱话 看她们是不是更疼狠 会 其实有的时候她们发的东西 我有点看不懂 看见那些夸我的话 我会看得懂 明星迎接胆胆挑战 视情况分别举太五感和认怂 认怂超过两次 及认证为怂亡 说以个目前为止 和自己有关印象最深的热搜 这个有什么不敢说的呢 要举吗 啊 徐立洋没出道 哈哈 因为当时拿到手机 看到的热搜就是这个 那张是星星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你看见这几个字吧 她在那个热搜上挂着 你心里还是觉得 不说不光彩吧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奇奇怪怪的感觉 等不敢拍一拍一拍的老板 拍一拍 微信那个拍一拍 那个拍一拍 能怎么样吗 敢 自己单发一个 娱乐圈最什么艺人家 好难啊 你们的问题都 最什么 那个词怎么说 就是最不爱收拾打扮 就是 不是邋遢 哈哈哈 就比如说像有的女艺人 护肤啊 然后穿着什么都很在意 你知道吧 但是我是那种 护肤超过三分钟 我就没有耐心的那种 不是啊怎么说呢 就是最 随意 感觉再说全是啃 不说了 是 说三个可以打动金主爸爸 让他们看到没有理由 太难了啊 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长得还行 实力还行 能套娱乐 这个表情让不同类型的粉丝说也可以 我认怂可以吗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哈哈 那我 wink一下 wink一下 路人粉 路人粉不得先打招呼吗 是吧 玩花海 就是我站在花丛中 然后美美的 旁边有很多很多狗 可爱的狗 想要好玩 好准好犀利的新作 就看同道大叔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的新歌聆听 谢谢大家 最长的一次 我记得是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闺蜜 她把我脸弄伤了 然后弄伤了之后 我俩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就吵架 然后有两周吧 就一直没说话 然后后来还是发了一个长文 就那种QQ 对 我发过去 然后人家就说 其实也没事 才说开 就两周 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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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